像是做這個樣子 那必須要把你的身體 姿勢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還要再往前拉 有一種 有個力量一直要把我往後拉 這個 拜拜 這樣子嗎 不是開玩笑 這後面真的有那個 很長的拉力 要把你往後拉 所以不要往後帶 在冷凍庫裡訓練耐力 超馬好手陳彥博 總是在涉世正負50度之間 挑戰不可能 大自然永遠都是 我們學習的導師 他會 因為從自古以來 人類就是從大自然 慢慢研發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大自然都會告訴我們答案跟解答 他在極地跑也在赤道跑 三度與死神擦身而過 很多人不知道 其實陳彥博在念書時 還曾經嚴重胃潰瘍 我們訓練的時間是晚上6點 到9點多10點 所以我們晚餐的時間 休息的時間都跟一般人不一樣 那因為這樣的因素 我就變 因為是胃潰瘍 然後胃出血 到最後胃破9個洞 被封為夢想動勢的超馬好手陳彥博 是如何用熱情來完成自己的夢想 請收看今晚10點 影響另一百 遇見陳彥博 一電視黃岩晴事件中台北報導 我有什麼地方 有什麼地方 啊 一段視線